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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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生命的常态 那么当家长的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之中 也要永远记得 有好时光也一定会有坏时光 当然我们的孩子一定会有特别好的表现 也会有让你不满意的部分 而将孩子一生受用的五个价值观 这个是出自于亲子天下作者 田玉轩所写的一篇文章 想跟大家一块来分享一下 他提醒我们应该要专注的是当下 而不是只在意于未来 第一个就是我们以为专注于未来 但其实我们应该要专注于当下 经研究显示人们清醒的时候 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打算 而一旦思考转变成烦恼 除了容易乱发脾气 后悔 失落 各种的负面情绪接踵而来 对于成长阶段的孩子来说 像是未来要如何进入名校 还有怎么样能够获取优异的学科成绩等等 这些问题都会引发无比的焦虑和恐惧 长期下来更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并且产生像是注意力不集中 记忆力变差等等的状况 所以过度关注未来的发展 反而会影响到现阶段的表现 当孩子小的时候 大人最喜欢问他 你说你说你将来长大以后要做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件太困难的问题了 我们从小到大总是被这样子询问 事实上到底有几个孩子能够那么明确的知道 等我长大以后要做什么 我想可能很多孩子连明天要做什么都不清楚吧 所以呢 当我们不断地问他们未来的事 其实他们在当下是感到很迷惑的 而且也没有把他们的心思放在当下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以为压力是无可避免的 但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是学习放松的方法 那经统计呢 很多孩子特别容易因为课业成绩的表现而感到焦虑 其中最叫人担心的 是来自父母成就高的家庭 因为生活环境所赋予的期许和压力 造成孩子在达不到众人的期望之下 就会贸人的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从小很多家长都会灌输孩子一个观念 那就是如果没有压力 哪来的成就 所以长大之后呢 不论是摄取了多少的咖啡因 行程表有多满 但是呢 我们都很难以对人家说不 所以最后就衍生出现是酗酒啦 失眠啦 药物依赖啦 等等危害身心灵的问题 压力的确是在所难免的 那我也曾经遇到过一些家长 就是直接告诉我 老师我不想让我的孩子有任何压力 但是我心里想说你怎么搞错啊 没有任何压力是对的吗 所以压力应该是有的 只是我们要学会的是 如何释放我们的压力啊 那父母亲也要以身作则 来一起学习和教导孩子 怎么样用正确的方式来书呀 那当我们呢 没有办法承受职场 或是学校所带来的情绪重担的时候 就可以透过像是冥想啊 瑜伽啊 深呼吸等等的方式 来排解无形的压力 或者也许可以听听音乐啦 或者是去阅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 等等 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放松休息 让体内的代谢恢复正常 也可以保持我们身心灵的平衡 以及健康 第三点 我们常常以为要保持忙碌 其实我们应该要寻找喜悦 甚至于很多大人呢 在没有忙碌的情况之下 都觉得生命失去了重心 有一种很奇怪的空虚的漂浮感 但其实不管是忙碌也好 或者是让自己放松也好 我想最重要的事情是 能够带着好奇心去过每一天 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 或者是在外面 你常常去注意一些 很多人可能已经不会注意的事 我觉得对孩子来说 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教育 比方说带着宠物出去散散步啦 跟宠物一块玩啦 或者是自己去种种花啦 养一些小小的虫子等等之类 我觉得都可以让孩子在这些活动之中 情绪可以恢复平静 那既然呢忙碌这样的事 或是压力这样的事情 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那么怎么学习放松 怎么去寻找到生活的喜悦 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了 我们常会跟孩子说 你要喜欢你自己啊 你要看重你自己啊等等 可是如果孩子没有办法在活着 在生活的事情里面 找到令他觉得喜悦的事 那生命对他来说价值是什么呢 意义又是什么呢 第四点 我们常常以为只要发挥强项 但是我们应该要从失败中学习 家长会以孩子的长处 或喜欢的活动来认定孩子的强项 但是呢 根据史丹佛大学卡罗德威克教授的研究指出 如果家长物资将孩子 匡限在某种人格特质当中 那么孩子就会失去探索 与尝试不同事物的动机和勇气 其实我们的大脑本身是喜欢学习新事物的 也乐于从错误中学习 因此呢 我们要让孩子知道 只要你愿意尝试 什么事情都可以透过学习而得到的 一开始做不好 那是正常的 因为你还没学会啊 透过这样的观念去灌输 那未来孩子就不会因为有一点瑕疵 或者是挫折而感到非常的沮丧 或者是后继无力了 第五点 我们以为认清你的弱点不要示弱 但是我们应该要对自己好一点 温柔一点 虽然批评能够让人成长 但是比批评更重要的是自我觉察的能力 家长常常告诉孩子说 你要监讨你自己啊 可却没有教导他们怎么样好好的爱惜自己 如果孩子总是把焦点放在自己的缺点上 那未来呢 只会担心自己表现的不好 而严重的忽略了自我 导致丧失自信 那家长要做的应该是鼓励孩子 无论遭遇失败或者是痛苦 都要好好的善待自己 而不是打击自己 并且能够从错误之中学习 成长真的其实真的是酸甜苦辣的滋味 而带着孩子成长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难的一个科目 一个课程 但是既然呢我们的身上担负着要与孩子相处 要陪伴孩子成长这样的使命或是责任 那我们就要常常的保持觉醒之心 不要说让孩子有觉醒之心 大人有觉醒之心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不如从现在就一起开始吧 我们来听到这首歌 这是摩文威所演唱的 《只带一只行李箱》 《只带一只行李箱》 就找到我在路上 偶然找得到我的桃花 也带不走桃花香 偶然碰得到我的流星云 带不走流星光 我的心里不多不少 像我的旅程可短可长 偶然抬头一看 有人说复春江是一条最江南的江 从晚南黄山一路东流 细水凝成千岛湖的湖光盛景 激荡起新安江上的烟波浩渺 还造就了皇宫望笔下 复春山居途 十一无边的水墨江南 今天在我们第二个小时的 幸福哈列车 要为您介绍的是 《绿度中国》 这本杂志 它们的封面构式是 文艺复春江 今天来到我们幸福哈列车的 是这个主题的企划主编 吴欣怡 欣怡你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欣怡 是 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这个主题 这个话题 其实真的很文艺 而且很有人文的那种 深厚的底蕴 对不对 我们要从一幅图开始说起 对 这个企划呢 其实真的就是 始源于大家知道的 这个复春山居途 那这幅画呢 是在恰恰是670年前的时候呢 黄宫望先生开始提笔创作 对 那这一幅图呢 很多人可能 在前几年的时候 有耳闻呢 他曾经在台北的故宫 曾经有合并一起展览过 对 那实际上呢 这幅图呢 它的前段呢 现在是在杭州的博物馆 然后后段呢 比较长的600公分的这一段呢 是在台北故宫博物院 是 那所以呢 也是算是这幅画 迁起了杭州跟台北 这两个城市的一些缘分吧 嗯 几年前 大概是两三年前吧 我曾经跟父母亲一块到 复春山居的那一个hotel里面去度假 那去到那里是真的觉得 哇 这个地方 好宁静 好清幽 而且就是觉得人在图画中 而且那时候会去那个hotel 主要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听说它是台子 既然是台子 无论如何都要去 看一看 去住一下 去支持一下 那这一次呢 你们做的这个主题啊 我们发觉又多了一些新的酒店 然后也多了一些不一样的玩法 对不对 这次主要是把这个复春山居这里 用四个不同的隐居方式 就是渔桥耕毒 来重现这一片传奇山水 对吗 对因为隐居是非常私人的事情嘛 然后所以呢 其实大家所追求的境界 或者是喜欢的隐居的地点 肯定都很不一样 是 那所以呢 我们就是沿着当年黄公旺先生 他隐居的这个复春江畔 我们寻找了耕毒于桥 这四个不同的隐居地点 然后介绍的包括有独岛的酒店 然后包括有在乡村的书房 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 崭新的场馆空间 都是希望让大家可以 就是各自选择自己喜欢的地点 去探访 其实这个地方主要都还是在江南一带 就是围绕在杭州的附近嘛 就是富春江沿岸 这个地方一直一直以来都是 其实都是台湾人蛮喜欢的一个旅游点 对不对 那这次藉由你们又发掘了一些 新的不同的可能性 可能很多人会好奇 有这个富春江 它实际上的地理范围 到底是哪一 到底是在什么位置呢 对 那实际上呢 富春江并不是一条独立的江水 它的前段呢 就是从黄山一路发源出来 那后段呢 它其实是从前塘江出海 所以呢 它包括前塘朝 然后包括西湖 包括千岛湖 还有包括黄山 这一路上的著名的景区 都是这样一水相连 那千岛湖是其中的一小段 OK 好 那我们现在因为 接下来很快就到秋天了 我觉得秋天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到江南去旅游的一个季节 对不对 那我们就赶快先来从鱼这件事情说起好了 你们这些鱼居鱼岛 而且呢 用到的是孟浩然的宿建德江 这首诗 哇 真的超有诗意的 是因为 我们这次介绍的地点呢 正好就包括建德这个地方 那就非常适合用这首诗来引出这个整个氛围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你们跟大家介绍了一个 这是一个酒店对不对 叫做巨社 巨社呢 它算是一个小小的酒店集团了 它目前呢 在富春江边还有在上海有两处据点 那为什么我们选择拜访的是富春江这一处据点 是因为它是整个巨社的起始的地方 是 那当初呢 其实这个酒店的负责人 他是一位大学的哲学系的教授 对 好妙 原来大学教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就是他原本呢 只是呢 跟随朋友一起乘舟来追寻 那个富春山剧图里边的山水画景 那没有想到他一来了之后 就走不开了 他觉得这个地方太棒了 他想要试图在这边复原 当初黄公望先生隐居的那一片山水 所以就花了十年盖了这一间酒店 对 那这间酒店里面有些什么样的特色呢 它很特别的是呢 因为呢 这一块地区呢 其实过去呢 并不是现如今的样貌 就以前的富春江呢 它的水位是比现在低很多的 那在60年代哦 水库建成之后 其实是淹没了底下的山村 然后只剩下山顶这块土地哦 所以呢 富春巨车所在的位置呢 其实就是当初山顶的位置 那现在呢 过去的村庄呢 只有保留了两栋 就是明朝时代的建筑 那富春巨车呢 就是从这两栋建筑为基础 然后沿着周边新盖起了灰派的别墅 然后重新打造出这一个 很像是就是成人的一个庇护所的地方 我觉得 因为呢 你要进去酒店呢 没有任何路路可以通行 一定要坐船才能进去 对 感觉很像金庸小说里面的秘境 是要去找断黄爷的感觉 对 非常就是 进去了之后呢 就这样一方非常清净的天地 几乎是没有人会来打扰 就除了同行的酒店住客之外哦 然后偶尔呢会有其他的人 泛舟沿着江边而过 然后他可能会跟你打声招呼 挥挥手 但是呢 他们不会靠岸 所以就是一个 真的是非常一个隐秘的地方哦 接下来这也是一个酒店 这酒店应该感觉比较平价一点 对不对 它叫做山水间围酒店 山水间围酒店呢 它的位置其实已经离富春江 稍微远一点 它在千岛湖 千岛湖耶 千岛湖它是富春江的上游 新安江所汇聚成的水库哦 那实际上它的原名叫做新安江水库 它并不叫千岛湖哦 那是后来很多人来到这里 发现风景绝佳哦 而且非常多的岛 淋漓在水面上哦 那实际上这个岛也是我们刚才说的 都是山头 那这个地方呢 它新盖起的一间酒店叫做山水间围酒店 它最厉害的地方是57间房间 全部都是面湖的湖景房 然后间间呢 风格都不一样 那很多都配备了就是 落地窗边会有非常雅致的浴缸 然后还有呢 就是直接有房间里就可以直接面对着湖景的这样一方山水哦 嗯好 那这个两个刚刚讲到的都是住宿的地方 对不对 对住宿的地方 并且呢 他们因为靠着富春江新安江边 他们都有很有意思的鱼类的料理 对看起来好像很好吃的样子 真的很好吃吗 哦非常好吃 其实这个料理呢 当地人都很自豪的说 这是领导人吃的料理哦 就几乎历任领导人 到访杭州 到访千岛湖 就都会聘请我们介绍的这位大厨哦 来为他们做鱼汤 嗯哼哼 好那它的鱼汤呢 是白汤的鱼头对不对 嗯白汤鱼头 它是要特选在六到十斤以内的野生的雍鱼哦 那这个雍鱼呢 是产于千岛湖的野生鱼哦 他们就是用 主要是在材料方面 他会精挑细舌 那做法上就非常的简单 就是大厨就说 他就是用火去烧 烧二十分钟 嗯 但就关键在于这个火候跟材料 一般人仿制不来 嗯 OK 好 而且像刚才前面我们讲到的 那个富春巨舍里面 也有一个年纪蛮大的 豹爷爷在里头当主厨是吗 在据舍吃饭有意思的是哦 你绝对不能催厨师赶紧上菜 是 必须要遵循他的节奏哦 嗯 这个豹爷爷哦 其实他也不是为了赚钱在这里工作的 对 他已经年纪七十 就是接近八十岁了 嗯 那他在这边呢 已经是 就是从小到大已经 做这个料理已经超过一甲子的岁月哦 所以呢 他就是首到年来 OK 好 好 风到这里就是年 念住过客的思念 遇到了这里站成线 缠着我们流连人世间 你在身边就是缘 缘分写在三声诗上面 爱又万分之一天 宁愿我就藏在这一天 圈圈圆圆圈圈 天天念念 天天的我 深深看你的脸 生气的温柔 埋怨的温柔的脸 不懂爱跟情仇 见到的我们 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山边 将寻那一天 你和我永远 在这一晒那冬间的时间 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 你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听到这首歌超应景的 这是林俊杰所演唱的江南 今天要在我们的节目里带给你 就是浓浓的江南的气味 我们邀请到的是旅渡中国的企划主编 吴欣怡 欣怡他们的杂志旅渡中国 这一期的封面 要给我们介绍的是文艺复春江 他们很巧妙的用余渡 羹桥 这几件事情 来把复春江的景色 用这样子诗意而浪漫又有中国的隐居风味的这种方法来呈现给大家 刚才我们讲过了鱼县来讲 桥隐鱼山 依然要跟大家来介绍两家很有风格的酒店 对不对 对这两间酒店呢 它一起同样的特色呢 就是它都坐落在山脚下 那同样是在当地或者是在台湾这边都比较少为人知的目的地 那第一个呢 是在安吉天目山脚下的阿里拉安吉酒店 那这个阿里拉酒店呢 实际上它是以在印尼起家的 那它总部在新加坡 就是它过去呢 它做的都是比较 选址是非常的特别的 那它在进驻中国的第一个地点呢 公布在安吉的时候 其实令很多人感到惊讶 因为大概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安吉这个地方 那实际上呢 安吉是中国它的竹制品加工的一个很有名的小镇 所以它有很多的竹子 而且呢 它曾经是在卧虎长龙的电影里面 那一片美丽的竹海 就是在那里拍的 是的 就是在安吉大竹海这边拍摄的 OK 了解 那其实也可以因此呢 知道酒店选址的一些理由 那包括呢 第一个它一定是要还没有完全开发的旅游目的地 那第二个呢 它就是看中这边呢 出产的著名的安吉白茶 那还有众多竹海环绕 这样子一个非常适合影异的地方 对 那这间酒店当然延续了印尼 东南亚有名的SPA的这些技师 他们引进来 所以呢 在酒店里面呢 也有Ali La Living 这样子的一个特有的香氛品牌 可以在这里做他们的SPA 是直接用他们自己的独家的天然的品牌 好 再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叫做新规菩提谷 是菩提谷这个地方吗 菩提谷这个酒店呢 它又是另外一个跟阿里拉安吉很不一样的一个做法 因为阿里拉安吉它是稍微比较中西合璧的那种感觉 那菩提谷呢 就是纯粹的完全的中式的风格 这个菩提谷呢 它内里的设计哦 是请到了中国美院的老师来帮忙做设计的 那所以呢 就是非常浓厚的中式的禅风 就跟日式的那种差级的那种禅风又有一点点不一样 它用了更多的本地的竹的材料 而且它是不是本来就是一座老建筑 对不对 是它直接把山头上已经废弃的二十多栋建筑呢 就是准备全部重新整修 一起做一个一片新的这个隐居的村庄 那现在呢 当初的村民其实是搬到这座摇头山的山脚下去住了 因为毕竟交通比较方便嘛 教育这些的都医疗都比较好 但是呢 自从菩提谷建设了之后呢 很多在当地已经退休的阿姨啊 他们就会重新回到以前的老村庄 来这边就是帮大家做早餐啊 然后做一些手工的茶 非常有意思哦 就重新 就因为这个菩提谷呢 重新带起了这一片废弃的山头 所以你如果去住在这边的话 你其实是真的可以吃到当地人的一些料理 对不对 而且呢 你住在不同洞别墅里面哦 还是不同的阿姨负责 阿姨彼此会竞争哦 说他这个 他拿手菜可能是青团子 他拿手菜是粽子 你住在不同的房间 你是吃到不同的阿姨的料理 了解 也是一房一阿姨的概念 非常有意思哦 对 我比较被吸引到的反而是 他们的房间里面有整片的山壁 整片的山就在那个房间里面 一块那个山体 对不对 乍看之下好奇怪哦 但实际上呢 他当地看起来非常的自然 他就是在建设的时候呢 刻意不去破坏山体 他不想要因为这个房间的建设 去影响了原本的山体的结构 所以他干脆呢 就保留 就是让山体跟墙并存哦 对 所以你在沐浴的时候 你在浴缸里泡澡的时候 你伸出手就可以摸到一块山的感觉 山上还长着蕨泪跟青苔哦 对 而且他们的餐厅 有一个餐厅里面请到的 还是一位来自台湾的主厨 对不对 是这个台湾的主厨呢 把日式料理哦 带到了这个摇头山的身上哦 那实际上 当地呢 他也运用了当地阿姨 做的比如说包括手工的春卷皮啊 或者是当地农户养的鸭蛋 这些的本地食材哦 所以阿姨也觉得很有趣 因为他们自己不同类型的料理嘛 在这里交互碰撞 OK 接下来我们来谈羹 好 那羹醉鱼野这边 我们也介绍了几位 这些也都是非常厉害的达人 对不对 其中有一位是在杭州的乡下 那种苔藓的 是的 一般人听到种苔藓可能会有点疑惑 就是苔藓它自己生长就可以了 为什么还要种 对 那实际上呢 种苔藓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 苔藓一般从野外移植 进到温室之后 它必须要种满三年 它才能够移植到其他的小盆里面 所以它是一个需要非常长时间耐心等待的一个 就很像修行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访问的这位直觉先生呢 他其实呢 也是就是看中了苔藓的低调 安静 不争 不强 不需要太多的养分 不需要外界的关注 他看中了这一点哦 他觉得自己跟苔藓很像 那所以呢 他就开始做了这个一般人比较少见的 以苔藓为主题的创作 所以他不是只是在种苔藓而已 苔藓对他来讲 就是一件又一件的艺术品 他运用各种各类的苔藓 还有盆景来搭配出不同的艺术品 因为他的确是有在做很多的展览的 不只是一个苔藓的植物店而已 OK 好 来我们也有看到这边有那种所谓的产地直送的餐厅 是西餐厅对吗 哦非常有意思哦 五博农舍 哦他们就是一间农舍餐厅 是在水库旁边的一个废弃的 守水库的人的房子改建的 嗯 那这个餐厅呢 他的大厨呢 平常不营业的时候呢 就在忙着种田 哦真的 在餐厅的门前门后就是一片香草环绕的农田 是 那所以在这里吃到的食材呢 几乎都是用这个本地种的香草来调味的 嗯 这个老板是外国人吗 呃 老板呃 应该说他们是附属于一个酒店底下的餐厅哦 嗯 然后厨师呃 跟员工都是本地人 嗯 那老板是外国人没错 嗯 嗯 好 所以这个呃 如果啊你有机会到那边去旅行的话 也可以来看看这个所谓的环保餐厅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间餐厅 好 好 我们接下来呢 要来听到的这首歌 这是由马迪所演唱的大宴 《词词》 西客万处山摇地道 游着千户患难与共 回徒万里生死相依 生殖豪大故障难鸣 回曾涂胆归对从里 拼高高分崩离析 三千世间万象千兆 无上层楼皆愁皆愁 嗯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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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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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